好了 主播 国道台中清水服务区一早陆续涌入人车 许多民众把握廉价最后一天要继续玩 那么也有人呢 则是提前出发 准备回家 来听听民众及国道警方的说法 那么清水服务区吃吃喝喝 廉价也成为游客旅游的补给站 民众难来北晚为服务区带来商机 而四天廉价接近尾声 越晚车辆势必越多 高工局建议西部国道北向用路人 南部地区于9点前出发 中部地区于12点前出发 民众可要好好规划路线才能比开车潮 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那么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 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